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是南风为主 所以今天变得更加的温暖 而且云量减少之后 我们可以看得到阳光 也就会变得更热 同时也更稳定 不过这一波的南风 带来的温暖南风 除了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热之外 它还没有办法把这个封面 吹得更北一点 所以有一些封面的残留 仍旧对于台湾 在午后的部分山区 尤其是山区的临近地区 那么可能还是会带来雷震雨 所以今天的天气状况是 高温炎热 会有太阳 但要注意 尤其是北部地区的山区 还有东部地区的山区 以及中部地区 南头这附近的山区 要注意午后的短暂雷震雨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 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2度 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 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 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50% 白天的温度是24到34度 澎湖地区多云 降雨几率是1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0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宜兰 花莲都是25度 台中 高雄 台东 澎湖 都已经27度了 那现在目前最热的是台南28度 好 今天要注意防晒防皱暑 要多补充水分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不过它的跌幅呢 跟开盘的时候的跌幅呢 有收敛 道琼公益指数呢 下跌了222点 收盘指数是32,990点 跌幅0.67% 纳斯达克下跌了49.74点 收盘指数是12,081点 跌幅0.41% S&P指数下跌了26点 收盘指数是4132点 跌幅0.63% 这层半导体则下跌了16.67点 收盘指数是3098点 跌幅0.53% 好那么虽然美股是下跌的 但是台股相关的ADR呢 反倒是全数上涨 台积电的ADR呢上涨了1.63% 红海的ADR呢上涨了2.01% 而热光的ADR呢上涨了0.99% 联电的ADR也上涨了0.46% 那么中华电信的ADR上涨了0.68% 那至于台子期的夜盘呢 那么则是下跌 那大家会觉得好像 这好像不平均 那我觉得ADR的部分呢 反映的是过去这两天 台北股市的上涨 而台子期的夜盘呢 它就反映的是 美国股市呢 经过上个礼拜四礼拜五的上涨之后呢 那么拉回整理 那台子期呢也反映了就是台北股市呢 连续上涨 尤其昨天的这一个爆尾盘 那么这个今天呢 其实是有拉回的压力 所以台子期的夜盘呢 是下跌了83点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期货价格是下跌了2.39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14.67美元 跌幅2.04% 而拜布兰特原油呢 则是上涨了1.1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22.84美元 涨幅0.96% 这非常的两样情 纽约的西德州原油是下跌 跌幅还蛮重的 跌了两个百分点 但是呢 布兰特原油却上涨了0.96% 那拜布兰特原油 它比较是反映的是 是欧盟呢通过了对于俄罗斯原油的制裁 那理论上来讲它确实是应该要上涨 可是呢最后这个两样情一边跌2% 一边涨将近1% 恐怕还有其他的内在因素 目前台面上还没有出现 那么至少现在当然传出来一个消息是 华尔街日报报导 就是说呢 现在呢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PROPS 以及产油国呢 部分的成员国 正在考虑将他们的原油目标当中呢 把俄罗斯剔除 也就是说呢 那么假设说我今天生产呢 就是要生产5000万桶一天 那么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本来在这里面应该要占据的是 1100万桶 那我现在把它剔除了之后呢 那我就控除了很大的产量 可以让沙拉底阿拉伯 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 来增加产量 这个消息是华尔街日报报导 到底会不会成真呢 这一点呢 其实就要观察 那么沙拉伯 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态度而定 因为现在呢 能够增加产量的 只有沙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其他的国家 其实呢 就连现在订好的目标产量 都没有办法达成 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发展值的观察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农粮价格出现了大跌 那么这里面呢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是大跌了2.61% 芝加哥小麦期货呢 大跌了6% 那么芝加哥玉米期货呢 也大跌了3.12% 这个农粮价格大跌的时间点呢 是从昨天的晚上10点过后 开始一路的大跌 所以呢相关讯息 我们其实得到了最新的讯息之后呢 也会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子 其实它代表的是有一些 讯息正在变化当中 才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另外呢 在这个贵金属的部分 那么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是下跌了8.9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848.40美元 跌幅0.48% 而这个白银的期货呢 也跌了1.85% 同的期货跌了0.24% 把金的期货呢 跌了2.36% 好 那么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经过了前面几个交易日 连续下跌之后呢 今天凌晨呢 出现了回弹 上涨了0.3个百分点 来到101.76 美元指数在5月 非常的戏剧化 那么原本呢 是急剧的上扬 那么成绩一度在 5月12号的时候呢 来到了105.1 但是呢 随后呢 这个下跌 那么过去的这 在5月底的最后几个交易日 受到了美国联准会的风向 似乎出现了转变之后呢 连续三个交易日 急剧的下跌 那现在来到的是 101.76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涨跌互建 英国经过18%股价指数 小涨了 小涨了7点涨幅0.1% 但是呢 在欧陆的德国法国 都是大跌的 因为欧元区昨天公布的通膨呢 在创 近在创欧元区 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所以呢 包括了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大跌了93点 跌幅1.43% 那么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大跌了187点 跌幅1.29%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是美国总统 跟美国联署会主席呢 昨天呢 会面 这其实并不常见啊 虽然他们都是 那你说 这个包尔是 这个拜登提名的 就提名续任的 那可是呢 在传统上面 美国总统跟联准会主席 为了要维持联准会主席的独立性 所以是很少见面的 好 昨天呢 公开的见面 那么 这个拜登呢 强调说呢 那么 要给联准会独立运作的空间 那么 要将这一个整个的抗通膨的责任呢 交给联准会 而且提出呢 三项抗通膨的 这个计划 包括呢 联准会肩负控制通膨的主要责任 第二呢 必须采取一切实际的措施 在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确保美国国内的家庭 能够负担物价 而且呢 要逐步的提高经济生产力 第三个是政府必要的时候呢 是要减少赤字的 那我的看法很简单 这就是拜登要告诉全世界说 现在抗通膨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是包我的责任 不是他拜登的责任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那么欧元区呢 昨天呢 公布了五月份的通膨 年增率高达8.1% 创了欧元区成立以来的 历史新高 那么本来预期说 是不是已经到顶峰了 开始要往下滑 但是没有想到呢 还在节节的上升 这比四月份的7.4%呢 都还要来得高很多 所以现在对于 欧洲央行的升息的预期 开始大幅度升高 本来欧洲央行预测呢 是七月跟九月要各升息 但是呢 现在有可能提前 六月七号呢 欧洲央行就要举行会议 有可能提前呢 那么在六月七号就会升息 而且未来有可能会升息两码 才能够抑制通膨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美元指数在五月非常的戏剧化 五月十二号来到高点之后呢 主要是欧元呢 还有包括了美国联准会的态度的改变呢 使得欧元对美元 在五月份呢 那么反而是油扁转升 先蹲后跳 最后呢狂升了百分之二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盟呢 昨天通过了对于俄罗斯的局部净油措施 那么但是呢 这个和涵盖范围高达百分之九十的 欧盟的进口的原油 那么生肖的时间点呢 那么分别是六个月或八个月 所以到今年底或者是明年初 那么这里面呢 是所有经过油轮而进入欧洲的呢 全部都必须要禁止 那油管的部分呢 那么先允许 那主要允许的是匈牙利 还有这个斯洛伐克 然后以及捷克 那么是可以呢 在油管的方面呢 继续的运送 那么这个部分呢 只占了百分之十 因为油管的部分在三分之一 但是呢 那么德国跟荷兰已经说 那油管我也不要了 好所以呢 那么只占了匈牙利跟斯洛伐克和捷克 只占了整个欧盟呢 那么使用油管的这个进口的百分之十 那这可能会对于其他地区呢 抢夺这一个布兰特原油 会变得更加的这个价格高涨 那么俄罗斯呢 其实它的乌拉尔籍的原油 每桶九十三美元 其实已经比布兰特原油呢 一桶少了将近三十美元 而俄罗斯对于亚洲的原油呢 也大幅度的折价 一桶折价甚至于三十四美元 这可能会使得亚洲的炼油成本 要比欧洲的炼油成本 大幅度的降低 这个对于欧盟的炼油来说 确实是产生影响 好不过全球呢 四月份的炼油量 那么跟去年 创了一年以来的最低的炼油量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很多炼油厂都已经倒闭了 那现在的炼油的产能 其实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三 可是呢 仍旧是供不应求 而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炼油量呢 其实呢也偏低 主要原因是因为 疫情管控的关系 而且呢中国大陆也考虑到了 碳排的问题 而俄罗斯是因为国际制裁的关系 所以呢它的产能律用力呢 估计有百分之三十 是闲置的 好所以这使得全世界的炼油量呢 都处于一个相对的低点 那么这个呢也就使得 全世界的燃料油 不管是汽油柴油 还有航空用油 现在的库存都已经是连续第七个季度的下滑 那么这个呢 它的涨幅呢 就比原油涨的还要来得多 好另外呢 因为丹麦跟荷兰拒绝使用卢布 来买天然气 所以丹麦跟荷兰呢 遭到俄罗斯的断气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那么日本 日本的消费者信心连续两个月回升 那么从33来到34.1 微幅的回升 但还是在没有信心的状态 而日本的工业生产呢 月减百分之1.3 三个月以来首度的 这个工业生产的月减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 昨天公布的五月份的 片卖指数呢 只跌回升了 从四月份的四十 制造业的部分 从47.4 上升到49.6 非制造业的部分呢 从41.9 上升到47.8 那么这当然跟中国大陆呢 有一连串的 这个措施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昨天呢 大陆的国务院呢 再公布了一篮子 救市的政策 那么是公布了六方面 包括了33项的措施 包括了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还有稳投资跟促消费的政策 还有保粮食能源安全的政策 然后产业供应链 稳定的相关政策 还有基本民生的 保护的一些相关政策 好那么这个使得呢 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呢都是上涨的 上证中和指数上涨了37点 涨幅1.19% 深圳层指上涨了217点 涨幅1.92% 而香港恒生指数呢 也上涨了291点 收盘指数是21415点 涨幅1.38%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是因为这个MSEI 季度调整呢 拉尾盘 不过非常的戏剧化的拉尾盘 最后最后的这五分钟啊 因为最后五分钟只有一盘啊 就不是随时在交易 只有一盘 就最后五分钟呢 台北股市从小涨40点 一口气拉抬到 大涨了197点 最后收盘的时候 16807点 成交量也因此 放大到接近4000亿的 3872亿元 光是最后的五分钟的尾盘 成交了1591亿元 外资呢 昨天继续的买超 买超了232亿元 连续三个交易日买超超过200亿元 而昨天新台币呢 也继续的升值 然后这个央行甚至于有出手主升 我们休息一下